哈囉大家 我是愛麗絲 現在臉上是完全沒有擦任何的保養品隔離 就是剛洗完臉的一個狀態 那為什麼會這樣跟大家見面呢 就是因為我今天要去打皮秒雷射了 那今天的時間呢是5月29號 我想說給大家看一下說 我做皮秒前的肌膚狀況是怎麼樣 到做完皮秒之後修復過後會是怎麼樣 一方面是我自己也很好奇說 做皮秒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想跟大家做一個更新跟紀錄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我的皮膚狀況 好 先來看臉頰 臉頰的話其實就是一樣 毛孔問題 膚色不均 整個有曬黑欸 我的天啊 看膚色不均變很明顯 額頭的話 額頭其實也有曬黑 可是因為它是最光滑的肌膚 拉遠看的話會是這樣子 可能大家看起來覺得沒有曬黑或怎麼樣 但其實是真的有曬黑 至少有暗一個色階吧 跟我上次做水飛說的診所是一樣 我會去普之岩 我現在呢要準備素岩前往 然後我會先上個隔離 那我們就期待一下這一次皮秒雷射的紀錄吧 哈囉大家 我現在正在前往醫美診所的路上 那今天的影片主要會是在講課程 關於譬如說診所內的東西呢 請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就是水飛說那支影片有把 環境也都拍得很詳細 那今天主要就是以課程為主 喔今天怎麼變這麼冷 好我現在已經到虎之岩了 我現在臉很好看 最後一個我到了喔 嘿嘿嘿 我剛做完皮秒還有那個彩沖光 所以等於是打了三台機器 因為是雙皮秒跟彩沖光 然後現在臉超級紅 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我們就持續記錄之後的恢復狀況囉 哈囉大家今天是做完皮秒的第一天 然後差不多昨天那樣子很紅 大概傍晚的時候其實基本上都退紅了 大概七點多差不多就已經像現在這個樣子 也是可以正常上妝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就是臉上會有一顆一顆紅紅的 我現在拉近給大家看 大家看一下 你看基本上退紅很多吧 可是你看仔細看臉這邊是不是有那種 一顆一顆很紅的 可是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我這裡喔 看起來是不是平掉 我原本這裡都有毛孔的感覺 現在整個平掉欸 喔 這樣子紅紅了 看這裡也是 然後耳朵倒是還好 然後 就 請保濕 今天呢是我做皮秒的第四天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皮膚的狀況 那在這裡幾天呢 這兩天其實我覺得比較 讓人家困擾的是臉會有點小小癢癢的 因為它在深層的地方有一點結痂 所以你在外面其實是摸不太到 你就會覺得自己的臉 不時就會有一個癢癢的感覺出現 這裡呢你看有一點紅紅的地方 也是有一點結痂 皮膚我覺得有變亮了 慢慢變亮了 就是跟我之前按一個設計的比起來 現在又變亮 你看有些紅點點還沒有完全消 可是這邊消很多了 跟一開始比起來差很多 你看我覺得這裡有變細緻欸 呼呼呼呼呼呼呼 嗨大家今天是6月5號 距離我做完皮秒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 然後呢我覺得狀態恢復的蠻好的 我覺得臉頰的皮膚變超級細緻的 我覺得皮膚這裡尤其是毛孔這個地方 原本之前還會有一點就是毛孔凹凍的感覺 現在呢看得出來 可是卻不會摸起來卻沒有那一種就是 有凹凍凍凍的感覺 反而它變得緊緻了 好漂亮的皮膚喔 然後鼻翼這邊也改善很多 雖然就是還是有一點 但是主要就是臉頰這一塊 變超級多 然後再來是額頭 今天是6月7號 然後距離我打完皮秒已經過了10天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皮膚狀況 我現在是剛洗完臉只有把水就是用衛生紙擦掉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我的皮膚 超級細緻整個質感超級好 而且我現在是正直生理期的時候 皮膚狀態也還可以這麼好 我真的覺得太棒了 你看這個毛孔 試試變細非常的多 然後皮膚整個亮白很多 然後泛紅也改善非常的多 額頭啊之前這邊不是有一些結痂嗎 基本上也都掉光了 就是10天差不多就是已經 整個是很完整漂亮的狀態 那我這段時間呢也非常勤的在保濕 我真的覺得皮秒真的太棒了 尤其是你在擦保養品的時候 你這樣子摸你的臉 或者是你在上底妝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你的皮膚之細緻 現在呢也跟大家一起講一下我 這一段時間都是用什麼東西保養 在第一個禮拜的時候 前面七天的時候 我都是用IPSA 然後我一定會先濕敷它 診所是建議先不要敷面膜 避免面膜你挑選的 雖然是保濕 可是它添加了一些你不確定的成分 我就會濕化妝水 加強保濕 早晚都會敷 那因為現在呢其實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擦拭 所以我就是用這個 打放的這個療癒舒緩化妝水 總之這段時間呢 你挑選的品項盡量以簡單保濕為主 那前導的話呢前面一個禮拜 我基本上都是用這個 打放的療癒舒緩精華液 因為我覺得它比較溫和舒緩 然後呢也都是以保濕為主 今天我想要用一樣用黑瓶 因為你知道嗎有時候就是想要換換 因為我現在已經是肌膚中和已經第十天了 那我手邊呢就是 純保濕的精華真的比較少 通常還會搭配一些美白啊 或者是其他的功效 那我很推我最近在使用的就是這個 來自韓國的保養品 Huxley這一個牌子 那這個呢精華液它是做一個純保濕的 非常的好用 擦完前導之後我會再上一管 那前面一個禮拜呢我通常上一管半 因為我臉頰就是擦蠻多的 等於就是精華液多上一些也沒有關係 然後它的味道非常的舒服 很清新的一個香氣 乳霜的話我用這一個 它是克蘭絲的水潤奇蹟清爽保濕霜 所以基本上呢這個呢就是一個保濕補水的乳霜而已 你看我用超級多了我真的用超級多 很勤的用而且就是用量我沒有在省 就是一定要給臉很足夠的保濕 反正這段時間啊如果你打完 就是停做保濕就對了 晚上的話我會擦多一點 看一下 肌膚狀態是不是很好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曬 所以我其實就算現在在家 如果我在拍影片啊外面光透進來 我還是會有怕那個紫外線的狀況 所以我還是會擦防曬 防曬你一定要擦足 如果你擦不足的話 其實你有擦跟沒擦是一樣的 那基本上簡單的 我這段時間的保養 使用的保養品 都差不多是這一些 就是以保濕為主 這段時間建議大家還是不要使用油類的產品 等時間過久一點之後呢 再使用油會比較好 就差不多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嗨大家好我是阿里思 今天呢是6月的13號 距離我做皮秒已經過了15天了 我覺得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段時間對於皮膚狀況 還有對於這個皮秒雷射的心得 那這次一樣也是在博之妍的診所做的皮秒雷射 那他們家皮秒呢其實是比較不太一樣 他們是做一個叫做雙皮秒 那為什麼稱之雙皮秒呢 它其實是運用兩台機器 分別是不同波長的雷射呢 去打進你的皮膚不同的表層 來達到不同的效果 關於這些詳細的內容呢 其實在做諮詢的時候 那邊的工作人員其實都會講得非常清楚 我覺得這一點如果你有任何疑問 可以在諮詢的時候提出來 那我這一次呢除了做雙皮秒之外 還有做了一個叫做彩蔥光 那彩蔥光呢是可以改善肌膚的泛紅 所以我只能說這一次打完皮秒之後 我覺得非常好 大家對皮秒的印象應該就是 毛孔縮小皮膚亮白等等的效果 我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說 光短短的15天我就可以看到我皮膚這樣子的變化 當初呢我在做皮秒之前 診所的人員其實都已經有先問我之後的行程狀況 因為我有跟他們說我要出國 所以呢就把皮秒這個項目延後 因為他們建議說最好是曬完太陽啊 可能會讓你的皮膚受到比較多傷害 之後再來做一個保養 那在出國完回來呢 皮膚曬的狀況真的是蠻嚴重的 回來呢我還是有拍實測 就有發現說我皮膚狀態變得很粗糙 變黑了 狀態真的不是很好 好那在雷射的過程中呢 我覺得痛感是因人而異 像我覺得做雷射我就覺得還好 可是我做彩虫光我就覺得超級痛 所以這個痛感呢 真的是每個人都不太一樣 那他們呢一樣也是會敷麻藥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點不用太擔心 稍微忍一下忍過了 接下來你的皮膚就會很美麗 首先呢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第一天皮膚的狀況 我覺得第一天你就可以看得到說 我的皮膚毛孔啊 其實是比較粗大比較明顯的 肌膚有稍微暗沉一點 只是因為我拍照的光線比較足 所以肌膚看起來是偏亮白 但是不會到那種很透亮感 我打完皮妙蕾色之後 臉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紅 但是大家不要緊張 看到這個紅的時候其實大概 三四個小時就會退掉了 我大概是下午的時間三四點之後打完 大概七八點之後 紅基本上都退了 你臉上基本上只是看起來像過敏而已 但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接下來呢我們就來看一下就是比對圖 零第一天到第四天的時候 皮膚狀態是有完全做一個改善的 打之前呢其實毛孔是比較明顯 到第一天呢你就會發現說 稍微那個紅呢還沒有完全的消退 所以你可以看到皮膚上面還是有些紅紅的點啊 那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還有一些結痂的狀況 大概會在一個禮拜左右呢 就可以慢慢的消失 再來看到第四天 不好意思嘴角上面還有一個衛生紙屑 你可以看到皮膚整個亮白了起來 雖然還是有一點紅 結痂還沒有完全的掉 可是你可以看到肌膚的狀態已經提升非常多了 看第五天到第十天 第五天的時候呢你可以看到皮膚 其實是已經有一點比較平滑平滑的感覺了 整體來說呢狀態有越來越好 再來第七天的時候顏色比較不太一樣 也是因為相機的光源 我這些圖片呢是完全零修圖 你可以看到它的皮膚的細緻度 鼻翼啊其實都有非常大的改善 怕我這造假的 你可以看上面的眉毛 眉毛是有越來越多的傾向 第十天的皮膚真的明顯的改善非常多 儘管它看起來還是有毛孔的樣子 但是你摸起來你會知道你的皮膚變得很嫩 如果大家覺得說這樣看起來好像每天紀錄沒有到差異很大 我直接給你們看打之前跟第十三天的紀錄 因為我今天第十五天直接跟大家分享了嘛 直接看第十三天的紀錄 皮膚狀態是不是差很多 就是你比較不平滑的地方啊 它其實都有變得比較細緻 而且皮膚變亮白了 我就覺得很開心說大家有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我明明回來是被曬黑的狀態 可是經過這樣子的一個療程之後呢 我皮膚又回到稍微有回來到那樣子的白皙感 沒有到冬天那麼白 可是有回來了 現在看起來是不是素顏 可是看起來氣色可以這麼好 然後你上粉底的時候呢 就會變得很順 如果這樣子還是看不清楚對不對 我們放大 放大之後有沒有看到這個皮膚真的很有差 因為我那時候身邊的朋友其實就已經有先問我 我就已經有先把 就是採光前面幾天 一週以前的那個放大圖給我朋友看 他立刻說他還要去做 因為真的差太多了 我沒有在騙人 就是真的是我直接相機拍出來 然後我放大之後看自己也嚇到 你平常這樣子看你的臉照鏡子 你不會看到這麼細微 你透過相機一拍之後 你就知道說你的臉部其實是有做改善的 那關於這一次的皮秒雷射呢 還有彩虫光我是覺得非常的滿意 如果對肌膚呢有一些困擾的人 真的可以去卜茲園諮詢看看 他們都會非常耐心的回答大家 那關於這一次的皮秒雷射 我也覺得非常的值得 那現在呢 給大家看一下我15天的肌膚 拉近喔 你看 我覺得這是很亮白的 這些泡紅還是再是沒有辦法 可是呢 跟我剛曬完太陽回來的時候 臉是差很多的 這裡摸起來非常的細 但是因為皮秒雷射沒有辦法改變我 這個一顆一顆的狀態 所以它還是會在 那關於束後的保養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第一週一定要勤加強的保濕 再保濕再保濕 所以你隔天呢其實是可以正常上妝的 只是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擦 SPF50的防曬 上妝的時候呢盡量避開比較油類的產品 像是氣墊這段時間就先不要用 那整個過程呢我只能說 真的太棒了 如果大家對皮秒雷射有興趣呢 真的可以好好的考慮一下 因為我覺得 一定的年紀皮膚的保養是值得投資的 那最後謝謝你看完這支影片 喜歡的話記得幫這支影片按個讚 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才會有最新的影片更新通知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告訴我 想要看到更多的美妝分享穿搭分享生活動態的話 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